今年《俱佛仪式》当中的无量印经唱颂 是以全新的旋律 融合庄严的泛败非常特别 请来幽人神谷谱曲 谱出新旋律 感受到佛法与艺术的结合 今天在花莲玉佛大典上泛败 当大法谷 大法罗一响起 心立刻静了下来 唤起了对法的共鸣与崇敬 天地人间 鸣心渐行 集大法谷 慈敬花莲玉佛大典 大法谷声 惊醒世间 无量印经得恨品 贩败 射受人心 庆生悠扬引导进入宁静境界 大同罗 大超罗 庆跟海罗的声音 让大家唤起一种法的崇敬 像大同罗一打下去的时候 就觉得有些东西就沉淀下来 第一次参加玉佛大典的苏宇轩 全新融入与2500多人配合集庆 是相当难得的经验 各地这样集结在一起的时候 会觉得真的是很不可思议的一种感动 就所有人齐心合力做一件事情 然后都只为了把这样子的力量 传递到世界的各地 艺术与欲否结合 从心性出发与天地和明 大约新闻唐人军陈立伟 花联报导